一名杯子被爆男子凌晨一点多 经过建国一路的巷子里 看到空地上的菩提树 左看看右看看之后就蹲了下来 不久之后菩提树就冒出火光 男子离开却没有走远 还在巷子徘徊 之后他看到了个电箱又蹲下纵火 附近民众清晨闻到烟味 走出来查看才发现不对劲 之前有啊 如果从这边拨那个好像是 在上面一平一平 附近民众说这棵菩提树 刻意被人纵火了好几次 从110年的9月开始 遭到不明人士点火 还颇洒不明议题 111年3月菩提树底下的电线闷烧 4月和8月都被纵火 隔了一年多又来 居民已经五次报案 一而再再而三的被纵火 居民好担心 有一天会不会烧到家里 这一次连车都不烧 还是监视器让你知道 看那个烧到这种程度 调阅监视器影像 发现于3月3日凌晨 有一名男子在案发地玩火 报案后3小时内 锁定陈信男子 设有重嫌 必已查契到案 全案讯后将依刑法公共危险罪 以请高雄地检署侦办 原警在路边抓到了嫌犯 在他身上搜出打火机 嫌犯表示他是看到地上有蚂蚁 所以才会放火焚烧 过去几次火烧菩提树 是不是同一个人做的 警方还要在调查 不过现在抓到了嫌犯 当地居民应该可以稍稍安心 不用三近半夜 提心吊胆 就怕哪天被纵火颇及 三连选黄奇招和郑凤 高雄